好最后呢 我们本章快结束了 我们讲一下单元测试 单元测试虽然在最后讲 但是它还是很重要的 就是每次上一个功能 我们都需要把单元测试写上 第一个测试一下 我们当前的功能是不是正确 第二个测试一下 之前的功能是不是也正常运行 我们写了写了 如果是把之前的功能 给它改出了bug来 然后我们之前的单元测试 应该是能测出来的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 一个保证产品质量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方式 所以说单元测试 我这要求吧 大家一定要去掌握 并且尽量的去用起来 即便是你在自己的工作中 推行不起来 当然测试 你也要在自己的个人项目中 或者说在自己的脑子中 有这么一个东西 好我们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回顾一下 这个DES demo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一个DES demo 大家大概好像也都忘了 我们现在回顾一下 然后我们再测试model model呢就是我们推键模的那个模型 然后我们要看一下那个模型 我们要测一下 这个模型怎么测呢 这个我们到时候再说 我一说你就明白 最后呢我们测试一下接口 测试的数据呢 我们要及时删除一下 因为你测试接口嘛 比如说注册对吧 我们要测注册 要测登录 你要测注册 你肯定得实际的去注册一个用户 要不然你测试不了用户 那你就不能把这个流程全部走完 那你测试用户呢 就避免不了往数据库里面插入一些数据 就是每次测试一遍就插入一个数据 每次测试一遍插入一个数据 所以说我们这儿有加一个删除的功能 就是把这个我们测的东西呢 就是一些冲据数据给它删掉 不要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单约测试 而导致数据库里面 冲据最我们用不到的一些数据 这样的话时间长了之后 就会对你的那个测试环境 开发环境造成很多的困扰 好我们先回顾一下这个JEST demo 我们到代码中 打开我们的test文件夹 我们这时候先把这个SRC文件夹合并起来 打开test文件夹 然后这里面有个demo.test.js 我们先回顾一下这个 用JEST做单约测试的时候 我们首先肯定得 要用一个.test.js的一个文件结尾 这是JEST的一个规定 所以说我们的文件名都是 demo.test.js 然后JESTon.test.js 你写的时候有这么写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看一下 我们测了一个什么呢 测了一个加法 就是test是写一个单元的用力 这儿我们可以写好多个 大家记得吧 我们可以写好多个去 然后我这儿就写了一个 然后一个这个10加20应该等于30 然后下面写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里面呢 我们就执行这个SUM这个函数 然后我们用expect 就是期望某个值.to b -to b就是等于某个值 当时呢我们说了这个之外 还说了两个断言 就是.not.to b .not.to b就是不等于某个值 那如果遇到那个 引用类型总办的 就是用对象的类型总办的 就用.equal 一个对象 这样 如果是直类型 像字不串啊 数字啊 不二型啊 这些就可以用.to b 如果是那个引用类型 像对象啊 数字啊 这些就用.equal OK 这是我们当时做的一个简单的测试 然后当时还做了一个接口的测试 接口测试 首先呢 我们是请求这个 JSON的这个接口 首先我们要引用这个server 就是这个server这个文件 这里面呢 我们通过这个sweeper test 以及这个app 用callback的函数 我们定义了一个server的一个实例 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实例呢 我们就能去 然后server.get server.post 等等这些 我们就可以去测试接口了 当然这个地方要一部对吧 avate 同理这个函数也得写上 assign 就一部的函数 然后.get 什么接口啊 然后expect 就是期望 response.body response.body呢 或者result.body 都可以啊 .body 就是它那个 attdp 请求这个返回的一个值 然后to.equal 刚才是不是写错了 刚才是写的a的equal吗 我忘了 刚才写的是a的equal 还是to.equal 如果写的a的equal的话 那也写错了 因为都是to to.b to.equal 都是这样的 好 我们这要更正一下 OK to.equal 一个对象 然后expect response.body.title to.b 这么一个字符 OK 这是写get 我们如果写post 怎么办呢 就是seward.post 比如说post一个登录 然后post肯定是 要发动一个数据 这个时候我们post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 比如说send send里面 比如说 有点name等于 谁谁谁 然后password等于谁谁 等等这些 就可以这么写了 这是get 这是post 好 那这是我们回顾的 我们之前做那个 单位测试的demo 然后我们再回顾一下 这个测试怎么运行的 测试运行呢 写上这个环境变量是test 然后用gest去运行就好了 gest它自己会找 我们这个目录下的 所有的test 这就是gst的文件 然后 run inbound是顺序运行 然后force expect就是 想要推出 让class就是一个颜色 好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到croll台里面 我们去运行一下 我这个noze版本 好像不对啊 我切换一下 大家稍微等我几秒钟 大家一定要保证 自己的版本 是这个大于8.0的 是3.0 OK 切换完之后 我们npm run test 大家看 执行这个dism 就是test 就是gst 报了一个错 大家看 这就是我们 dism 的价值 我们这报错了 对吧 其实我们测试用力 什么都没改 但是呢 报错了 之前不报错 然后这个时候报错了 报错就说明 我们之前改了什么东西 然后导致这个结果报错了 大家看 它就报错信息返回 这个地方返回的是 这个您尚未登陆 为什么这样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路由 路由里面 访问这个dism 这个dism 是我们加了个login check 关键件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 先把它 干掉 就是我们回到之前的模式下 我们再运行 应该就可以了 好 成功了 然后 这就是一个问题啊 就是比如说我们 这个时候模拟的是 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我们 改了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把之前的结果给改了 这个地方 加了个登陆验证 比如说我们加了其他的东西 把之前的结果给改了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做单约测试 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不做单约测试 我们不会发现 我们之前改了 会对之前有什么影响 有可能就这么默然的上线了 上线之后 用户一发现 报错了 然后就给你返回 然后就紧急修复 然后再紧急上线等等这些 这一通下来之后 震撑很多人力 那如果我们单约测试 我们把所有单约测试 全跑一遍 就会发现 原来我之前改的东西呢 是影响到了之前的接口 然后这个时候 我去把错误给解决了就行了 当然我们这个时候 不是个错误 只是一个演示 我们加这个login check 只是我们当时演示的一种需要 但是怎么在单约测试 里面去绕过这个问题 就是让单约测试 也能登陆上 也能不提示 这个上位登陆这个接口 怎么办呢 这个我们后面会讲 所以说 这个所谓的错误 其实也不叫错误 这个错误呢 我们就暂时放一放 我们继续 想我们自己的这个单约测试就好了 这是一个回顾 再说一句 这个回顾 我们只回顾一次 再接下来讲 下面所有的单约测试 我们都不会再回顾了 我们会直接就去写 那个单约测试的一个文件 OK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文件给删掉 好 删掉 留这个serv.js 好 回到PPT 回顾完demo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测试model 测试model 其实测试的是什么呢 测试的就是我们这个db里面 这个model 这个user 这个GS对吧 测试的这个东西 我们定义一个规则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定义了各种属性 我们测试的时候就看一下 我们的user里面这几个属性 是不是真的存在 我们把单约测试写在这 然后每次做完过程都去执行 万一哪天你一不小心 把那个picture给删掉了 我执行单约测试 我就立马能知道 你这个picture不在了 被删掉了 就会出问题 对吧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改 万一哪天 你把picture的这个什么 比如说 这个给删掉 或者说把这些其他的一些值啊 类型啊等等改了 只要不符合单约测试的要求 那好 那就说明我们单约测试去做了 之前的单板已经改了 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东西给修复一下 所以说我们看一下怎么去测试这个模型 好 这个时候我们的test里面 我们新建个文件夹叫user 这个文件夹是专门用来测试用户的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写一个叫model.test.ds 然后先写注释 user.model.test 这么写应该没问题 author里面写上你的名字 好 要测试这个model 我们肯定得先把这个model给引用过来 一个model从哪里引用呢 我们就直接从这个dbmodel里面 这个index这里面去引用就好 require src dbmodel index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写一个测试用力 user 描述user模型的各个属性 符合预期 这个描述你自己怎么写都行 如果你英文比较好的话 你也可以写英文 这里面呢 我们就加一个函数就行了 因为这个设计不到一步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不用加async 为什么设计不到一步呢 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创建一个user的实例 然后我们用user的build 里面我们把这个各个属性都写上 就是等于这个属性的值呢 和我们model里面user.js的值都是对应的 user name password nickname 都是这些都是对应好的 所以说大家跟着这个来写 这里面有哪些属性的值 这里面就写哪些属性的值 然后测试的时候也会按照这些属性来测试 密码比如说等于p123123 等等这些 然后nickname等于章3 然后gender等于1 就是我们默认给它设计成个难的 其实这个地方呢 就我们可以不写 为什么不写呢 因为我们在数据模型这边 这个gender有一个model值 大家看一下 model值是3 model值是3 所以说我们这个都不写呢 我们再测试它看它是不是3 这个时候也是一个 就是测试这个 真的是model值的这个测试用力 好picture picture我们写一个 XXX这点评计 就随便写一个吧 反正这是测试数据嘛 测试数据就只要格式对了就行了 好city 我们写一个北京 OK 我们再来解释一下这个build build的这个API呢 我们从来没有用过 然后user 我们之前用过user 什么create 什么appdata 什么distroid 这些 反正就是用过的 这个user里面的这个登山改查都用过 登山改查是直接凑合数据库的 那这个build呢 它不会凑合数据库 也就是说 build会构建一个 内存的user实例 但不会提交到数据库中 所以说正好我们用来做单元测试 我们就用这个user的模型 去构建一个实例 这个实例的属性呢 就根据这个来写 就根据我们user里面的各个属性来写 那构建完之后呢 我们放在内存中 对吧 用完之后 我们这个函数执行完之后 这个内存就自动清空了 所以说它不会提交到数据库中 比如说我们测试模型的时候 不用提交到数据库中 我们测试注册 测试登录的时候 才会提交到数据库中 这是我们家里要写的 然后就验证更多属性 我们就用我们这个expect就可以了 对吧 比如说我们期望什么呢 us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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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的模型呢 我们是测试什么呢 测试这个gender的模型值 既然你这个模型里面写的模型是3 那我们这儿不给它复制 它出来的肯定是3 这样才是符合语气的 然后再往下picture picture是什么呢 picture是这么一个自动场 然后city city是北京 OK大家看 就是我们创建了一个实例 但是它没有提交到数据库 然后我们就验证它的各个属性 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预期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跑测试 比如说哪天我们改动的时候 不小心把这个picture给删掉了 这个时候会有什么后果呢 我们不小心把picture删掉了 然后我们创建实例的时候 我们传入picture给的没问题 你删掉之后 我传进去 你可能不理会不创建 但是这个时候 你如果把这个picture给删掉的话 你创建的这个user user的picture是找不到的 所以说你虽然说传入picture是这么一个值 但是你在做断延验证的时候 你去取这个picture你是取不到的 所以说这行会报错 这行会报错 然后就能找出 因为你这个picture给删掉了 所以说代言测试是有这种作用的 如果哪天你真的想把picture删掉 就确定要删掉了 这个时候不忘这个要删掉 测试用率的代码就这里面的代码 这行也要删掉 这行也要删掉 就这个两个地方是联动的 一旦没联动起来 就说明你改的 可能是不小心改的 或者说不知道改的 或者说 当然有些情况也是故意识化改的 这个我们都能验证出来 OK 那我们写完之后 我们就直接去运行就好了 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文件 picture test 没问题 user各个模型各个数据符合预期 然后5毫秒 再验证完成 好 这就是我们验证模型 接下来我们会再去建一个文件 去验证那个登录和注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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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